年度新演员 鄂靖雯 新喜剧之王 恭喜 看过 稍微看过一点 听过 看过 我看过新喜剧之王 不认识 不知道 好像在哪里有听过 不认识 不知道 不是很深 听名字不认识 她是演什么的 我也希望大家都能认识我 但是 我也不能说 没有作品 然后站在大马路上 跟人说你们都认识我 怎么样 反正我觉得演员这条路 急不得 我着急啊 我焦虑 我今天大把大把掉头发 这会儿 那边准备差不多了 我给你准备开本吧 我发口头 我能够完 那这个 那小一点 正文她就是太佛系了 佛系这个词本身没有错 但是她如果放在女演员身上 她的问题就很大 我每天要见各种各样的人 帮她去联系工作 她都会拒绝我 可以啊 短视频她就是也比较擅长 因为之前她拍小品啊 画军出身什么的 其实她演戏还真的挺努力的 可以把她具体情况都告诉你 然后你那边有什么具体的好项目啊 咱们也可以多聊一下 我给她记得这么多 就是人家拿钱来找 钱都递到手上了 到手的鸭子就这么飞了 哎呀不感兴趣就算了吧 不想比赛 害怕比赛 我老婆没拍 没拍 然后我不想去了 不是你先别答应公司 然后你让我想想 女演员的生命周期是非常短的 你现在不趁着打铁 去赶紧营业 赶紧去推销自己 那后面怎么办呀 不觉得女演员的生命周期是非常短的 跟星爷私下聊天我问他 我说星爷拍戏拍电影这么累 我说你打算拍到啥时候 然后星爷在我后面正吃饭了 然后很认真的丑重说 我打算拍到死 然后他说你嘞 我说那我也演到死 现在时代变化太快了 艺人的竞争对手不只是艺人了 你普通的素人可能眨眼之间 他有才华有想法有能力 他就可以出道 那我们的优势 可能慢慢的就不是优势了 娱乐圈是很残酷的 你几天不出现 大家就可能忘记你 物质的需求没有那么高 我虽然现在还没什么钱 然后成品还断舍离呢 就觉得没有必要的东西就不买 反正如果我要是不拍戏 不工作的时候 休息的时候那段时间 我几乎也不太花钱 我一个月可能几千块钱就够了 我切手点了 老板这花椒粉有瓶呢吗 我人生的两大爱好 第一就是家政服务 第二是演戏在家做家政 给我出外边拍照拍杂志营业 要更快的 家政服务让我快乐 这条路真的太黑了 感觉不像个小姑娘的房间 大部分都是房东的东西 其实很多在北京这种大城市生活惯了人 就回不去了 我是一个经纪人 我回老家带谁呢 这个圈子真的不是很稳定 所以我现在才这么拼命的工作 其实我挺羡慕我房东他们 人家是本地的 每天喝个茶 遛着狗 不用去考虑说 我明天还有什么样的工作 我还要对接什么样的艺人 什么样的工作都拒绝 今天又拒绝了我 今天把她约到电影院 就是想把她推醒 这应该就是她的主场 而不是我的主场 艺人 演员 营业 赚钱 拍戏 必须说服 不管是为了她 还是为了我 那就不说了 欣雅 哎 金文 过来坐 摄像机啥情况 这是 这是 这干啥呢这是 你说呢 我就想 在这张机面前跟你谈 那咱俩去咖啡厅谈不行吗 你觉得咱俩私下里能谈得明白吗 哎呦 我没想到一个职场节目搞得如此严肃 先跟你聊一下工作吧 嗯 为什么 我们跟你接那么多商业活动 还有综艺什么你都不去 我觉得不太适合我吧 你自己都没有尝试过 你怎么知道你不适合 我觉得演员能把自己的戏演好 把本分干好就挺不容易的 把戏演好作品好 剩下其他的商业啊 比如说你们说的这些赚钱的事情 就自然而然就都会来啊 你说你喜欢演戏 你只想演戏 可是现在这个时代 有哪个演员是一直靠演戏能够活的 有的是啊 谁啊 比如我的爱豆 巩俐老师 这么多年过去了 有几个巩俐 你哥 那不就完了 你觉得你能成为第二个吗 够呛 所以接受现实吧 他老拿巩俐跟我举例子 这都什么时代了 巩俐是成功 我不否认 但是你放到现代 你恶性文能够成为功利吗 但凡是新一点的案例 他都举不出来 按照我的理解 演员不追求出名 跟老板不追求利润 是一样的 其实往严重的说 他就是不敬业 你身处名利场 没有野心就是原罪 我没拿演戏这事当成名利场 就是因为我 我没把名和利 当成我的终极目标 所以我才坚持到现在 要不然 我都没机会拍《信息于之王》 你们都没机会看到我 我一看这行不赚钱 我早就撤了我 我哪有 我都等不到现在了 他觉得他走到今天 得到一切都是因为佛系 但其实不是 只是因为幸运 但是我就想让他知道 大部分的人 都不会像他这么幸运的 都是因为通过努力 所以才幸运的 我跟你说了这么多 你拒绝了我这么多次 可能是我想干的事公司 没有满足我吧 我满艺人满足你们的要求 那艺人其实对公司也是有要求的 我是希望能有好的剧本找过来 或者是你们会帮我推一些好的戏 这个目标在这一年里 我也并没有实现 在现在这个市场条件下 确实是公司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剧本给你 那大家都在尝试其他的方式 公司需要运作 比如说你上一些好的综艺 你做一些商业 也会反馈到你的戏上啊 也会有更多的人看到你 他这样错过了很多机会 本来属于他的可以上升的阶段 他都错过了 我觉得我这演员当的吧 有点跟上班似的 就是 只要我现在把手头工作做好 总有一天我会升职的 老板会看到我的 你有没有想要在北京买一套房了 过自己的生活 买房我都没敢想 我给你算笔账 我在宴郊买的房 每个月月供六七千块钱 我还要每个月有花销 你知道我每天要打多少电话 光话费就多少钱 你是我老板 你好我肯定就好 咱们俩这么长时间了 你了解过我吗 就我总觉得自己吃饱 全家不饿 自己低语低物质这种状态 但是我确实没想到 这样的话会影响你 但我觉得你 你现在可能是也有点焦虑 反正我明白 你今天找我聊的意思 你当然是为了我好 我的坚持我觉得也没错的 其实咱们俩是可以 融合在一起的 你是真的答应我 还是你只是在敷衍我 我说的话 就算的话不能反悔 不会像以前那样 干说不做了 所以在此立誓 这会肯定能痛改前非 喜心革面 他每次最后都统一 但是就是不做 感觉就是在敷衍我 那我们今天 就不能光聊 第二点实质性的成果 这是一个什么解约合同是吧 不干嘛就解约了 这个直播合同 你看一下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请你签字 这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 这现在已经具有法律效益了 我不会骗你的 算是把它说通了吧 而且她也在 拜着黑字上亲自了 以后会听我们的建议 然后尝试更多机会 我看到了希望 我觉得今天我们俩这段谈话 还是很有意义的 很有存在的必要的 因为平时我们关于工作的探讨 这些对话 都是工作层面的 然后我也确实没有机会 听到她说这些 今天她把她生活中的压力 以及她心里的不快 她都向我表达出来 我反而觉得很开心 我没有觉得 你怎么是在埋怨我吗 我觉得我很开心 起码她帮我当朋友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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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小红叔的宝宝们大家好 我是今天晚上的 金牌销售小饿 他老师你先走了 我在这再卖一份 好的 我不想走了 好